在阿拉丁的源柱裡 精靈曾經被魔法師利用 將阿拉丁的宮殿連根拔起 半島非洲 今日當文英來到這個外形 好像城堡的美利流之際 想起他的歷史 不其然就聯想到阿拉丁的故事 當然啦 美利流的出現本身並沒有負擔什麼神秘的色彩 只不過今天我們在赤柱見到的美利流 其實原本並不是屬於赤柱的 而是屬於175年前的金鐘 話說在1844年 英軍的工程師以英國大臣美利著士的名義 在金鐘花園道 興建了這棟極具維多利亞風格的美利流 而大約到了1982年 由於需要興建中銀大廈 所以原本的美利流就被拆寫 不過特別的是 美利流的拆寫 似乎就是為了有朝一日需要被重建 所以他的一尊一啞 在拆寫期間都被寫上篇孔 井井有條感風存在大淡 直到1998年 赤柱成為美利流重建的選子 於是昔日的建築材料又被重新使用 美利流就好像一幅砌圖一樣被重組 沒多久就正式重新 古典的建築裙配上迷人的赤柱灣 似乎美利流的風雲又更上一層樓 似乎美利流的風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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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乎美利流的風雲